如果给你40万的预算 你要去买一台新能源车型 然后你又不想要SUV 或者是你不想要那些比较常规的品牌 然后同时你又是一个喜欢尝鲜 或者是对驾驶有一定要求的人 那么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我今天给你带来这款车 什么车呢 这几个有机 那么首先肯定很多朋友第一个疑虑就是 智己是什么品牌 那今天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智己这个品牌呢 是由上汽集团以及张江高科 还有阿里巴巴三家公司一起 合资成立的一个全新的新能源品牌 然后这个品牌定位呢 也是一个比较偏高端的一个定位 所以这台智己L7 它的售价是从36.88万元到40.88万元 那么这台智己L7 也是智己推出的第一款车型 那从外观上面来讲的话 并没有用到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企 他们喜欢的这种贯穿式头灯的风格 而是采用了一个 我个人觉得有点像这种 獠牙式的一个大灯勾勒的手法 来勾勒出整个前脸 所以从整个前脸的造型来讲 很多人会觉得可能不够科幻 但是颜值的高低 我相信大家对于它都是有很高赞赏的 首先可以看到我们这车前面 一共有6颗雷达 然后这个雷达也是为我们前方的一个 探测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然后雷达的数量多少 也是在于它探测的一个精准度的高低 所以6颗雷达确实非常少见 也就是说 这台车的前方探测能力是比较强的 另外一点就我们的大灯组这一块 刚刚已经说了 它有一个獠牙式的这种 AOLED日行灯的造型 除此以外 这里是我们的矩阵式的AOLED大灯 然后这两块其实是一个AOLED灯组组成的灯板 然后在这上面就可以显示一些信息 例如我们的档位 而且你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投屏 或者说在上面点亮一个小爱心都是可以的 OK 现在来到我们这台AO7的一个侧面 可以看到这台车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 因为它的车长超过了5米 整个车长是有5098毫米 轴距也是超过了3米 有3100毫米的一个轴距 另外来讲就整个车的侧面 可以看到还是有非常多的线条进行的组合 并且是有明显的这种流线性的造型 当然有细心的小伙伴可以发现 其实它有一点点小突兀的地方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车顶的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有一个叫做CarLog的一个智能车载影像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呢 它是有一个4K的高性拍摄 并且是支持180度的一个超广角 那么它的作用其实就可以立成一个 高清无死角的一个行车记录仪 然后也是随时保证我们车上的安全 然后另外来看的话 就是它的摄像头也很多 你看我们侧面除了我们后视镜有摄像头以外 在我们的车侧也是有摄像头 两个摄像头所对应的工作也不一样 我们后视镜这个摄像头自然就是360度 一个全景以上的摄像头 而在我们车侧的摄像头呢 就是为我们的自动驾驶而提供帮助的一个摄像头了 那么还有一个亮点就在我们的轮胎这一块 首先它的这个轮胎用的是一个20寸的P0的一个轮胎 然后这个轮胎就已经从性能上面来讲是比较强的了 这个刹车也是用的一个Brembo的四火塞的一个卡钳 所以说这个轮胎和我们这个刹车加上去的话 对我们车辆的一个整个性能提升其实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来到车身尾部 可以看到这台智鲫LC它的尾部造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一说的 首先来讲它用的这个贯穿式的尾灯并不是镶嵌在我们车的尾部里面 而是突出在我们车外形成了我们车体的一部分 那么下方这一块也是和前面一样做的是一组LED灯组做出来的一个灯牌 那么在这一块灯牌上面集成的也是我们的转向灯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 OK现在我们又进入到了这台智鲫LC的一个车内 然后可以看到整个内饰的话还是比较的有科幻感和氛围感 那么刚刚其实应该也能注意到它是一个无边框的一个车门设置 然后从坐姿上面来说的话可以看到 它这个一体式的座椅其实坐姿是比较的下沉的 也就是说这台车其实不仅仅外观看起来比较运动 它坐姿也是比较运动的那种造型 整个内饰的布局的话 它直接LG这台车做的还是比较的简约 那么首先应用我们也连的就是一个非常长的一大块屏幕 然后这块屏幕的话是可以进行升降的 在我们上车启动车辆的时候 它这个屏幕就会缓缓升起 仪式感非常强 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它其实并不是一块三连屏 而是一个双连屏 也就是说它副驾这一块屏幕和我们主驾的这一块 仪表盘和中控屏这一块中间是有隔开的 不过这个也并不影响我们的正常使用 因为这两块屏幕的话也是我们主驾用的比较多 我们看导航信息以及车辆信息的话就在这方面 然后我们副驾这一块娱乐屏幕的话 也就更专注于副驾这边的一个功能和体验 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这一块屏幕 这一块操作屏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因为它用的是一个怀档的设计 也就是说它将我们中控的这一块区域给完全省略了下来 那么在这一块屏幕上面 我们就可以完成更多的一些操作 那么除了我们的娱乐系统以外的话 我们更多的功能都可以在这上面进行实现 然后像我们的一些车辆的灯光调节 然后我们的行车记录也在打开 还有我们这个CarLog的一个开启 都可以在这上面进行实现 虽然说这台车没有一些物理的实体按键 但是它还是做了很多的这种有物理反馈的按键在上面 例如像我们空调出风口下面这一块 它这边的话就有我们左右两边屏幕的升降 就还是很有意思 并且这种升降的过程 它并不影响我们的屏幕显示 可以看到它这个屏幕在降的时候 它的所有信息都是在根据目前的位置进行一个调节 也就是说你不想自己的屏幕放那么高 它在这个位置同样是可以显示完我们的所有信息 所以这些功能来讲都是作为一个高端品牌所具备的这种人文关怀的能力 OK 现在我们来到这台肢解肉器的后排 因为刚刚说了这台车的轴距是3米1 3100毫米的轴距 所以说腿部空间这就可以看到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整个后排的坐姿来讲的话 跟前排一样都是一个比较偏低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的腿其实大部分是悬空的一个状态 并且这个功能也非常有意思 尽力为我们现在在放歌对不对 我们觉得太吵了 给我停掉 我们后排的这种主动权力还是非常高的 虽然这是一个溜背造型的一个车身 但是因为它整个坐姿是偏低的 然后并且顶个顶部是有一个溜背的一个造型 让我的头部空间还是不至于顶头 而且因为是一个天幕的设计 然后也让我的整个感觉没有那么的压抑 OK 现在我们就把这台制捷游戏开到路上 来看一下这台车在路上的一些表现又怎么样 那么在开之前还是跟大家聊聊这台车的一些数据参数 那么它的两个版本一个就是36.88万元的 和我们现在开的40.88万元的两个版本 它的驱航里程都是615公里 它的峰值扭矩最大能够达到725牛米 最大功率也能达到425千瓦 然后它的0百加速官方给的一个数据是3.87秒 整个数据表现真的非常的亮眼 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惊喜 那么在整体开到这台车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还是表现很不错 这个由威廉姆斯前站工程团队调教的这个底盘确实非常的厉害 并且它的这个底盘也是支持可变悬架的 它会根据当前路面的一些情况来调节自己悬架的一些软硬 所以整个车开上去的感觉 一个低速的乘坐舒适度程度来说的话 这台车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 另外要说的一点就是这台车虽然是有5米多的一个车长 但是整个车身开起来非常灵活 这也得益于这台制起AL7它搭载了一个四轮转向的一个技术 它后轮的话最多是能够支持12度的一个转向 所以这也为我们的驾驶灵活性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另外的话如果你是之前没有体验过新能源车型的朋友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这台车不好上手 它整个行进过程还是比较于偏向于燃油车型 就是让你上手会觉得很熟悉没有那么的突兀 在前面的一个封闭路段当中 我也尝试了一下它运动档的一个地板垫的感觉 那一下真的就是死死的把我摁在了整个座位上面 也就是说这台制起L7它不仅仅是能够给你带来电车应该有的那些特性 那另外像燃油车所具备的这些条件或者叫做特性 它也能够给予你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这台制起L7从开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一商一家一运动 各方面不同人群所需要的这些东西 这台制起L7都能够给到你 所以售价36.88万的这台制起L7会不会是你的菜呢